花蓮市公所争取原住民族委员会职业训练补助经费 开办了西点蛋糕丙级技术室的训练班 市长文家学员特别前往烘焙教室 关心学员们的学习情形 也颁发感谢状给值得老师 请免学员们在7月份考试当中 可以顺利取得技术室的证照 花蓮市公所争取原住民族委员会职业训练补助经费 开办西点蛋糕丙级技术室训练班 26号下午市长文家贤在原型课长江敬贤的陪同下 前往国立花蓮高农食品加工科烘焙教室 关切学员们的上课情形 在专任老师黄月花以及菜米家主厨才与会的指导下 学员们在这次的丙级训练班中 除了就业市场分析及求职技巧性别平等 以及烘焙丙级学科课程之外 素科方面也学习制作天使蛋糕 蒸烤鸡蛋焦糖布丁海绵蛋糕 泡芙柠檬奶油派及大理石蛋糕等多种项目 我觉得这边老师都教得很认真 然后他们都有很长的经历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老师都有跟我们讲一些小Payboard 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都讲得非常的详细 然后我们都做的次数也很多 所以都有练习到 那我看到学习的意愿 还有学习的态度都非常认真 那也做出了非常让人家眼镜为之一亮的一个作品 那不只是色香味俱全 那未来有可能也变成部落非常重要的一个伴手底 那我们希望学员考取证照之后 未来继续往这条路迈进 那花林施工所我相信未来也会持续编列相关的预算 这样满足每一个需要的 我们原住民课程的学员们的一些有趣的课程 那未来也希望变成他们职能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在黄月花老师的实作指导下 市长薇佳贤也亲自体验 将半成品的戚风巧克力蛋糕 抹上打发好的鲜奶油 再放上芒果颗粒 最后跟着提压卷收的口诀 完成蛋糕卷的作品 对于第一次挑战就成功 让一旁的学员都嘖嘖称奇 而市长薇佳贤也颁发感谢撞给指导老师 并期免学员可以在7月份的考试当中 顺利取得技术式证照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